台大A院命六部 台湾封城命六学会 万新一 我们还有其他的什么样的检测 可以知道说社务性癌更精准的去预测 社务性癌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掌声鼓励 请讲师帮我们演讲 来谢谢主持人介绍 那我是蒋志宏 目前是北荣圆山分院 泌尿外科主任 也是台大泌尿部 这个兼任组织医师助理教授 那我的学历是 国防医学院医学期毕业 阳明大学医学博士 那虽然我的开头全部都是北部的 但是 好像这样刚才到什么了 我民国八十年 民国八十年 从雄中毕业 这个三年五半雄中毕业 那今天我还拜托我哥哥 蒋志正 还有我妈妈这个蒋介贵美 开车到捷运站捷舞 不是捷运站 高铁站 所以我觉得这个回到高雄 感觉非常好 那今天晚上我也不用住旅馆 我就回明滑路 住我们家 那我想 我是一个高雄的一个 一个子弟到台北 这么多年 那很高兴各位 来参加台大泌尿部 在高雄第一次举办的 这个风尘泌尿学会 2018高雄社务记 那我想我会把 尽量把我们在台北所学的 今天在高雄跟各位长辈 做个报告 除了这个房间 还有隔壁 610的长辈 我一次会跟你们做报告 那这是今天的大纲 一个是 TSA是前列线来最好的写意标记吗 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重点 所谓的前列线健康指数 Proscale Index Phi 到底是什么 怎么检查 第三个就是 Phi可以精确的预测前列线癌症吗 那另外西方国家 或者是亚洲其他国家 还有台湾 目前Phi的使用现况 第五个是如何获得Phi的临床资讯 那今天要讲的是第一个项目 前列线癌 那我这边想跟各位报告一下 像上一个主题 那个余主任就讲 摄护腺癌 那为什么我讲前列线癌 这事实上大家好像会有点疑惑 事实上这两个是同样的东西 那事实上 英文都叫Proscale Cancer 那事实上从翻译过来 理论上应该是叫前列线癌症 因为有些Proscale Index 是叫前列线素 所以Proscale Cancer 应该叫前列线癌 那为什么跑出摄护腺癌呢 是因为我们台语的关系 在后山 在后山 所以翻成国语就变成摄护腺 那我们如果去 比如说我去中国开腿 我讲摄护腺 那我会觉得这是什么 他们听不太懂 因为在其他的东方的国家 讲华语的 他们就是Proscale Cancer 直接翻就叫前列线 所以我今天还是主要是用前列线癌症 事实上前列线跟摄护腺癌是两个是一样的 那第一个 这个在1994年以前 那个诊断前列线癌症是没有什么Mark 那1994年第一次用PSA 这个摄护腺癌抗原 那事实上摄护腺癌抗原 从1994年开始用了之后 所以目前各位如果到医疗院所 一定会帮你抽PSA 如果抽了PSA大于4.0 医生就会建议你要做一个经直肠 从肛门这边进去 做个前列线的切片检查 来看到你是不是前列线癌症 那美国在一开始用1994年的时候 跟台湾的现况是一样的 一发现了前列线癌症 大概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都是末期的 都是转移的 因为比较早期的前列线癌症 是完全没有症状 那美国经由这几十年 大量的筛检PSA之后 美国现在一开始诊断前列线癌症 是转移的病人 不到1% 所以他们事实上 诊断了很多早期的前列线癌症 那当然如果你如果说 比较早期诊断 当然死亡率当然会下降 那台湾现在 我觉得现在尤其成乡差距更明显 这个在乡下地方 一诊断大概有30%到40% 刚刚女主任有讲 是第四期对完期 那台北市事实上也是有20几% 高雄市的资料 我可能没有在注意 那即使在都会区 台湾现在一诊断 还是有将近四分之一的 的病人是晚期的 那如果一旦是晚期的 事实上刚刚女主任有讲 即使用美223 有一些生存的帮忙 事实上效果还是有限 所以早期诊断事实上是最重要的一个方式 那PSA当然是这个有它阶段性的功能 1994年以后 但是很遗憾的 PSA并不是前列性癌症专一性的标记 怎么讲呢 如果PSA4到10 我们去做切片 很遗憾的 真的是只有三成是Cancer 也就是说有6到6成到7成是良性的 那即使PSA大于10 感觉很高 但是实上还是有将近一半是良性的 那我们知道从肛门这边做切片 一来就是 有可能会有不必要的切片 跟并发症 并发症夸寒 会感染 发烧 出血 尿不出来 浪费时间 还有心理的压力 我做了切片之后 我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 那要一个礼拜回去看报告 那这一个礼拜心理的煎熬 事实上是蛮 蛮外人所不可以体会的 但是去看的结果 竟然七成是良性 那全世界对于这样子的结果 都不满意 但是又没有更好的方法 所以我们现在对于这个 这个乱枪打扰的方式 事实上已经是没有办法之中 最好的办法 就是前列性特定 就是PSA 现在的PSA 所以我们急需要找一个 比较精准的 一个血液的marker 血液的标记 对于前列性来 这专一性的标记 这是我们目前的耽误之急 因为1994年的PSA到现在 已经我想20多年了 有它阶段性的功能 那至于前列性健康指数是什么 如何检查 这个是有点复杂 这就是我们现在各位抽的totalPSA 好 那这个全部的PSA里面有15% 是流离的PSA 那这15%的流离PSA里面再去细分 里面有6%是P2PSA 好 那这个所谓的前列性健康指数 prostate health index 它是一个公式数学式 它就是这个P2PSA 这6%的理念 除以freePSA15% 再乘以开根号totalPSA 就是全部 这个很复杂 我也问厂商 怎么会算出这么复杂的数学公式 他是说他们也不知道 就是用大数据去算 他们觉得用这样子的结果 会有最精准的结果 那不过对民众来讲很单纯 这个不用那么复杂 对民众来讲 只要去抽个血看个门诊 抽个血抽3到5cc 然后送入机器分析 那一次就帮你算出P2PSA freePSA跟totalPSA 然后帮你算出这个fi 所以民众端只要去看门诊 然后医生开个 就跟所有的抽肝功能生功能一模一样 去点个单子 去抽个血 然后下礼拜会看报告 就是这么单纯 那只是要跟各位讲原理 就有一点点复杂 什么P2处理free 处理开根号totalPSA 这就是fi 只要抽个血就可以了 那第三跟第四大会给我的这个标题 我觉得是蛮 我把它放在一起讲 第三个就是fi 到底可以准确的预测前列腺癌症吗 就是社户癌症 那西方国家跟亚洲国家 或是台湾 fi的使用现况 我们这边一起讲 那后面因为要讲到国外的 所以会用一些国外的paper 但是我会尽量改成中文 然后讲的更简单 那2009年第一次 第一次发现 我挑的这个文章 是Intel Factor 16.3 意思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密尿科杂志 我只挑最好的密尿科杂志 来跟各位做报告 2009年第一次发现 这是全部的totalPSA 那2009年第一次发现 precursor 就是这一群 不知道是P2 P4还是P5 P7 这个好像对前列下 这种专一性跟鉴别率 远大于目前使用的totalPSA 这是2009年 他们有这样的发现之后 隔年再继续 继续focus 后来就发现原来是P2 PSA 好像是这个 真的是对于前列下来 甚至有专一性的这个标记 所以隔年2010年 文章第一次出现所谓的P2 PSA 还没有出现file P2 PSA 那就可以发现 这很多表格 我们直接看结论 2010年 这个团队是澳洲的团队 所以全世界很多的团队 最后的结论都是一样的 第一次发现 百分比%的P2 PSA 跟前列线监量指数 对于前列下来这种专一性 或鉴别力 远大于目前的totalPSA 我们看面积 这是%的P2 PSA 这是5 面积是20.1 22.7 那totalPSA只有9.7 那鉴别力0.716 0.750 这个我们现在用的PSA只有0.585 这数字当然比较小 从大家看结论 这是2010年第一次发现 那这是另外一个意大利的团队 2011年也是发表在全世界最好的密尔克杂志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就是5 这个咖啡色线就是5 它对于前列下来这种鉴别率 有75.6% 那这个%的P2 PSA有75.7 那远优于我们现在所用的所有的totalPSA 这就是2011年再一次的发现 那国外有很多个文章就不再讲了 那亚洲国家呢 这个是上海 在2015年上海跟香港 事实上亚洲国家很多都做完了 我们看他的结论 他分两个案 我觉得他非常好 就是香港一块 上海一块 然后最后结论就可以发现 他的切片阳清率也只有15%跟9.1 所以这个真的是 过他PSA是4到4费没有很高了 但是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阳清率事实上真的很令人不能接受 真的太低了 不是他们技术比较差 全世界都差不多 尤其PSA4到4有点高 又不是太高的时候 切片阳清率真的蛮低的 那他们的这个5的次数 上海的这个是32.71 香港的这一群是27.03 那他们再去做进一步的分析 我想在他们的文章里面 在香港人跟上海人中 都同样的发现 这个前列线健康指数 对前列线来的这个专一性 也就是鉴别力 远大于目前的PSA 所以最左边面积最大这条线 没有疑问的都是5 所以不管是香港或者是上海 他们做的结论也都是一样 那我们看看亚洲国家 亚洲其他国家新加坡 那这是新加坡发表在2016的文章 那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切片的阳性率 事实上也是只有19.1% 所以这个真的是令人很 很无法接受的这么低的阳性率 也不是新加坡比较差 而是真的都是这样 在你PSA4到时 有点高又不是太高的时候 医生都会接你做切片 可是去切片的结果 只有两成到三成是癌症 事实上有七八成都是阳性的 所以现在我们在做的事情 就是要找一个更好的 前列腺癌症的协议标记 那我们看到这个Total PSA 在4到10的时候 他癌症这组是6.28 大家看得到吗 不过大家都有讲义 那良性这组是6.81 也就是说两个完全相等 在统计学上两个完全没有差异 可是如果我们看这个5 癌症这组是37.5 那良性这组是24.0 所以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5的数字远远的大于良性的这组 所以我们他这篇文章得到结论 在新加坡人第一次发现 这个前列腺健康植株 对前列腺癌症的专一性健庇性 远大于目前的PSA 那我们如果看图形看得更清楚 这个棕色的这个就是5 它的面积远大于TOTAL PSA是 PSA是浅蓝色这一条 浅蓝色这一条 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 这个诊断的方式 当然它有它的功效 可是它的对于前列腺癌症 专一性跟鉴别率远低于 目前的未来想做的这个5 所以这个图形 事实上我这个结论 只是把前面的这个 这个单位做个更换 后面的单位后面的结论 事实上都没有改变 所以那这个是更重要的 这个是在他们那一边 有在说如果在敏感性 90%的状况之下 那PSA是4.4 那FI的指数是定在26.75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专一性 我们现在用的TOTAL PSA只有17.32 可是如果我们如果用FI的话 可以高达58.27 当然没有到百分之百 但是已经对于前列腺癌症的专一性 是有大幅的提升 那更重要的是 如果我们用26.75 根据新加坡的文章 我们如果用27.75 26.75当做一个标准值 我们可以减少49% 无必要的前列腺癌症的切片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对于诊断来说 是一个更好的 一个更精准的一个方式 那不过还是要特别强调一点 这个我们如果定26.75 并不代表我们会 诊断出百分之百的癌症 这个我特别用中文写 这个sensitivity 就敏感性90%的意思是说 可能会漏掉10%的肿瘤 如果我们要得到百分之百的肿瘤 那就是每个病人都要切片 这样说各位了解吗 那不过如果说 这个FI的数字比较低 我们可能会漏掉10%的肿瘤 但这个10%的肿瘤 理论上应该都是比较低度恶性 级别比较低的 也就是说可能可以再等等的肿瘤 所以理论上比较高度恶性 比较级别比较高的 我们应该都会诊断出来 所以理论上这应该是一个 可以被接受的一个miss 这样说了解吗 那因为西方所有的国家 不管意大利澳洲美国欧洲 还有亚洲国家 日本韩国 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 大家的文章都出现 结论都一样 虽然数字有点不太一样 可是趋势都是一样的 所以美国FDA 美国的食品药物管理局 在2012年通过 抽了PSA之后 事实上可以先抽个FI 来做一个 先检测这个FI 再决定是否要接受前列腺切片检查 因为精直肠前列腺切片检查 我再说一次 从肛门进去 因为里面有粪便 有可能会出血 有可能会发烧 有可能会尿不出来 然后切片之后会有心理压力 所以很多人事实上PSA高 我相信在座很多长辈 很多PSA 有些PSA可能是大于4.0 然后医生建议你切片 你也在犹豫 到底要不要切片 对啊 那美国2016年的 这个Dialine的准则 那时候就有说过 当PSA比较高的时候 有三个方式 第一个可以直接做切片 第二个可以再追踪PSA 第三个可以抽写 就是前列腺健康指数 这是美国2016年的指南 那随着我们国际上的研究 越来越多 到了2017年的时候 事实上当指数变高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的 已经这个PY已经提前了 我们可以先抽写验PY 如果指数比较高 我们再考虑做前列腺的切片 或者是再追踪 也就是说这个PY的角色 已经慢慢的往前提了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前列腺健康指数 至少在美国的部分 他已经做了很好的一个建议 把他的角色一直往前提 意思就是说 真的有必要再去做切片 以免导致有七成的切片 结果是良性的 这个对大家都是很大的空位的一个伤害 那这边我还要讲 今天题目是各种诊断 那事实上除了PY之外 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这个perceptive free PSA 4K score 或者是PY 这三个都是抽写的 那另外也可以做个MPMI 辞证造影 事实上这也是检验前列腺 这样一个很好的方式 那不过我们今天随着实践的关系 我特别只讲PY 因为我觉得PY真的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协议的标记 那MRI事实上有另外的国际的研究 事实上MRI的敏感性跟专一性可能有于fi 可是MRI一来 比如说台大医院 因为病人真的太多 或台北荣总病人真的太多 你今天来看诊 我们要排一个MRI实证造影 台大医院要等四个月 台北荣总要等三个月 而且要自费 自费可能要一万多 或两万 一万五六千 这金额比较高 而且时间等很久 那如果是fi的话 虽然它的敏感性跟专一性 比辞证造影低一点点 可是这个fi只要看完整 去检验室抽个血 就回家 下礼拜看报告 我觉得就时效性而言 这个fi的确是值得继续的推广 那也是因为国内外的一个 越来越多的文献 有支持这样的结果 所以美国的这个指南 也把fi的角色 也把它慢慢的往前提 提到如果psa变高 那先抽血 变个fi 再看看到底要切片 还是不要切片 那有人说fi要变成见检 那可能是不太需要 因为见检可能用psa就可以了 因为事实上大部分的 年纪大的男性长辈 psa都是小于4.0 都是满低的 0点多1点多 真正大于4.0的 再来抽fi 可能比较实际 那另外如果第一次切片是良性的 切片是良性的 有两个可能 第一个是真的没有问题 第二个是有问题没有切到 因为我们切片是做12帧 至少台北荣总是做12帧的切片 一个摄务线 左边右边各切6片 总共是切12片 那有可能是有问题没有切到 全世界都一样 那后续要不要做第二次的切片呢 那美国的指南也有告诉大家 如果因为psa高 切片是良性的 这个时候 有很多方法可以做处理 再追踪一次totalpsa 或者是考虑 这个percentive freepsa 4k score 或是5 或pca3验尿 或者是做个mri 磁症造影 来确定 是不是需要做第二次的切片 那这个5S角色 在一开始要不要切片 跟第二次 要不要做第二次的切片 事实上都有它的角色 所以这是美国的指南 所以在美国 密尔科医学2017年 对于前列腺癌症 侦测的建议 就是说 当psa大于4.0 在考虑 要不要做前列腺癌症 切片之前 可以先检验抽血 抽大概3cc左右的血 订一个前列腺健康指数 prostate health index 然后如果比较高 可能还是建议要做切片 如果指数比较低 或许可以再追踪 不用做切片 以确认是否真的需要做前列腺的切片检查 因为前列腺的切片检查 事实上 虽然只有3分钟 而且也不是很复杂的一个检查 但是对病人的身体跟心理的压力 事实上真的蛮大的 那如果psa大于4.0 已经做完切片 是良性的病人 后续该怎么处理呢 也可以建议抽个这个前列腺健康指数 来确认是否需要第二次的切片 那所谓的前列腺健康指数 再跟各位报告一次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p2psa 除以freepsa 乘以开根号totalpsa 不过各位根本不用管这个 就是去抽个鞋 下一个来看报告就对了 那我们这个国内外 我只收录 全世界最好的密尼克杂志 就是European Mirage 事实上有非常多的 10年11年13年13年14年 都有很多的文章 来然后还有亚洲的 日本香港中国大陆跟新加坡 他们不但都已经做了 而且文章都发表了 那结论都是一样 都是这个前列腺指数在4到10 为什么会focus在4到10 因为如果大于10 事实上前列腺 那个psa 事实上对于前列腺癌症的 侦测事实上也准确度就比较高了 所以大家都focus在4到10 有点高又不是太高之后 那这个时候对于前列腺的 这个专一性跟鉴别率 这个five会大于目前的totalpsa 那大于这个psa 当然就可以大幅减少不必要的前列腺 接变检查 那台湾那时候我们出国开会发现 国外都已经做了 而且人家准则都上去了 我们台湾好像还对于这个 还没有什么的概念 那当然台大医院台北荣总 还有圆山奔院 台大跟荣总是台湾的 医疗的火车头 我们有这个责任 至少把国外最新的研究结果 拿到台湾 看台湾人是不是也是有跟国外一样的结果 所以我们在去年2月1号到今年1月30号 我们找了三群的病人 第一群就是 临床怀疑前列腺癌症 就是psa大于4.0 准备做切片的病人 第二群是已经确定是社务线癌症 准备做要做 社务线根主手术的病人 第三个就是 有些社务线癌症低度恶性的病人 不一定要治疗 不是所有的癌症 社务线癌症前列腺癌症 都一定要开刀 电疗打针 有一群低度恶性的 的前列腺癌症病人 比较早期别的 是可以不用治疗的 这个以后再跟各位讲 这是定期的追踪 叫做积极的追踪 AT surveillance 那台大医院现在有两三百个 前列腺癌症的病人 完全没有治疗 完全在纯追踪 因为所有的治疗 都会有副作用 所以最好的治疗就是不治疗 可是不治疗风险最大 那不治疗的成本也最高 但是对病人有最大的好处 这讲太多了 这以后 大概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 去台大泌尿部 上面的网站有个封城泌尿学会 里面有讲那个不用治疗 积极追踪的前列腺癌症 不是所有的前列腺癌症 都一定要开刀 治疗打针或者是吃药 因为前列腺癌症 有些比较低度恶性的 当然是有条件 低度恶性的 低级别的 进展很慢的 是可以积极追踪不用治疗 当然我们台大有做统计 大概有十几%在追踪的过程 疾病有变化有变恶性 这个时候就要转去开刀或电疗 但是反过来说有七八成的病人 事实上中期医生都不用 低度恶性低度期 我要强调是比较早期的 比较低度恶性的病人 中期医生可能是可以不用治疗 因为所有治疗都有他的副作用 讲太多了 那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讲这个切片的 我们focus在切片的这群病人 那我们先跟各位讲报告 从去年2月到今年1月 台大医院荣总跟原生分约 总共收了638位 每个病人都切片 按照目前台湾的这个 这个诊断的方式 你PSA大于4.0 我们就帮你安排 接受前列线切片检查病人 当然这个临床研究 是通过三个医院的人体试验委员会 然后有病人每个病人都知道 然后有一个正式的人体试验的同意书 他一份我们一份 那病人绝对不是白老鼠 他都是知情同意 这个事先跟各位报告一下 那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比较 这个前列线健康支出 跟现在的PSA 对于前列线癌症的专一性的解密率 至少台湾的data到底是怎么样 那这个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这638个病人里面 切片的结果只有31.5%是前列线癌症 就是201个 那有437个 68.5%是良性的 那事实上台大容总 我们对于切片的方式 事实上有一直在提升 因为PSA以前就是两成 或者是一成多两成 这么低 我们有想办法尽量去提升 用看现有的方式 但是提升也只不过提升到3成1 所以提升的效果还是有限 这就是我们目前用TOTAL PSA的方式 我们用各种方式 结果切片出来是31.5% 那我们看这个癌症的这一部分 有年纪啦 社会性的体积啦 TOTAL PSA 3A 什么什么什么 那这个是Phi 这个是Percently P2 那这是Phi 我们可以发现 用Phi来说 癌症的这一组Phi是55.12 那良性的这一组Phi是34.0 也就是说这一组前列腺健康指数 在台湾的data 第一次台湾的data 可以发现 它可以更清楚的区别 前列腺癌症 跟良性的前列腺肥大 所以用Phi来说 事实上癌症这组的确55.12 跟34.0 这两组在统计上是非常非常有意义 当然其他也很多是小于0.01 但是看数值来说就没有差这么多 差最多就是Phi 也就是说这个前列腺健康指数 跟国外的结论 是一样的 是可以更清楚的区别 前列腺癌症 跟良性的前列腺肥大 那我们看 如果我们跟国外一样 我们只看Total PSA 4到10的这一组来看 那PSA是蓝色这一组这条线 那至于Phi是哪一条线 紫色这条线 0.760 所以台湾的data 我们刚刚做完的临床试验的data 也看得出来 这个Phi在Total PSA 4到10的时候 跟国外是一样的 这个前列腺癌症的鉴别率 Phi远远大于Total PSA 在4到10的时候 那4到10的时候 那时候这个切片的良性率更低 我们刚刚讲新加坡是19.1 不过那是几年前 我相信新加坡现在 一直在想办法改善 那台湾是24.8 事实上高一点也好不到哪一句 都真的都不高 尤其4到10的时候 真的是不太高 也就是说 24.8是前列腺癌症 也就是说有7成多 是良性的快8成 7成5 那这个数字各位可以接受吗 我相信也不能接受 可是在目前全世界 用Total PSA 来做前列腺癌症的这个诊断 就是这个样子 没有更好的方法 那如果我们稍微放大一点 4到20 也是有类似的结果 这个良性率稍微高一点 26.9% 但是也是蛮低的 这个数字 我上面结论根本没有改 结论都一样 那在Total PSA 4到20的时候 结果也是这个Phi 跟这个Percentage 百分比的P2 PSA 它的诊断癌症的 前列腺癌症的能力 鉴别力也是远远大于 我们现在所用的Total PSA 如果我们看所有的 所有这个638个病人 我们再画一个图 结论也是一样 这个Phi也是远远的 这个大于 这个其他 我们尤其目前的这个Total PSA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真的是任何范围的Total PSA 不管是4到10 4到20 或者是所有大于4 这个前列腺健康指数 整段前列腺癌症的能力 都优于现在的Total PSA 那另外就是我们如果用 我们来看到底可以避免 多少的股票的切片 我们如果我们去做统计 如果把敏感性 大家这是因为90%是国际的惯例 就是通通就是把它定在 我们可以诊断出90%的癌症 当然有可能要强调一下 可能会遗漏掉10%的肿瘤 那在可以诊断出90%的肿瘤 创造之下 我们的Phi的指数是31.52 所以这个数值如果定在31.52的时候 那这个前列腺癌症 Total PSA的专一性 我们现在的PSA只有24.2 那如果用Phi的话 可以上升到41.5 这个的确是很高的 很大的一个成长 那如果用31.52 事实上可以减少31.8% 不必要的前列腺癌症切片 也就是说这些病人Total PSA大于4.0 有31.8%的长辈 他的Phi是小于31.52 那我就会建议 我们就会建议病人 你可能先追踪观察就可以了 先不用做切片 意思是这样 所以我们的结论 去年2月1号到今年1月30号 一年的时间 我们针对第一群的病人 监止报告第一群的病人Total PSA大于4.0 那我们可以发现 如果我们把标准定在31.52 当然会遗漏在10%的前列腺癌症 不过这些应该都是比较低度的 比较早期的 那可以他这个前列腺癌症精准性 远大于目前的Total PSA 那专医性刚刚有讲41.5 这个比上24.2 那而且可以减少32% 不必要的前列腺癌症 没有检查 当然就没有病发症 也没有副作用 那我们看看2014年 2014年根据衛福部公告的 这个台湾前列腺癌症的人数 前列腺癌症最近10年 可能因为PSA的这个筛检 从过去男性第12大的癌症 最近已经上升到男性第5大 数目感觉还在上升当中 因为我们觉得事实上很多乡下地方 这个 这个资讯没有这么丰富的地方 像上次台大云林很远 他们做了一个统计 大概上个月嘛 就是我的老师黄昭一黄教授 他们上去上做个统计 云林好像有将近5成的病人 一诊断就是第四期 就是转移性的社会癌症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高的 所以前列腺癌症理论上 在台湾应该还会继续的增长 那在美国前列腺癌症已经是第一名 男性第一大前列腺癌症的肿瘤 那新增了4904人 以上都是为服务的资料 那我们推估如果用三成的 切片阳性率来说 我们2014年应该有1.6万人 的男性长辈做了前列腺癌症 这是合理的推断 1.6万人做切片 三成的阳性率才会增加 4904个前列腺癌症 那根据我们的研究 5K减少32%的切片 那我们这1万6千人乘以32% 将近有5000位男性长辈 事实上在2014年 是可以不用做切片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研究 可以让5000位的男性不用做切片 那不用做切片 那就是没有心理的压力 也没有这个并发症 事实上跟各位报告 长庚医院的密尿科的教授 事实上自己做切片 他PG高做切片 所有可以预防的 所有可以可以那个事先预防的 他都做了 可是最后还是败血症 所以这个是真的是 我们当然对所有民众 我们跟教授一样 都是一样 我们都会呆坐的都会做 预防啊 什么灌肠啊 抗生素啊 那些都会做 可是还是有一部分的运人 切片的结果 这么简单的切片 就是会发烧 败血症 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谁都一样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 可以不要切片 就不要切片 这是最好的方式 所以如果说真的用FILE 来做一个诊断的话 这真是对台湾男性 有非常大的好处 也解决泌尿科医生 跟民众一大难题 病人在我面前说PSH5.6 民众很 病人很 很犹豫 我也很犹豫 比如说4.1好了 4.1跟3.9 各位觉得有差吗 事实上没有差别啊 考试考59分跟61分 实力事实上差不多啊 可是59分跟61分 总是要有一个分界点 60分及格 那59分就是要補考 61分就过关 那病人的PSH5.6如果是3.99 跟4.1 我要怎么给他建议呢 因为根据台湾的这个 至少全世界的尊责 4.0以上 我就应该要建议他做切片 我如果不建议他做切片 未来他是癌症 我可能就会有问题 可是4.1做切片 我自己也觉得怪怪的 那3.9 我个人如果3.9 我会请病人3个月就再抽一次 因为我内心觉得这可能有问题 那如果4.1 那所以真的是 如果PSH高 对密尿科也是很大的 医生也是很大的困扰 对民众也是很大的困扰 事实上我们上次去年在 8月台湾密尿科学会的时候 我们有发表我们其中 中间的中 我们大概做了快100个病人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小小记者会 然后有些 然后 新闻一发布之后 我们接到非常非常多的电话 不管是医生朋友或者是民众 都打电话说我PSH高 不想切片 每个都一样 就是事实上做1.6万人切片 事实上可能有3.2万人PSH高 但是大家都不想切片 所以医生也很困扰 民众也很困扰 所以现在如果发现了 如果用FID来做检查的话 至少我觉得专医性会提高一点 会有更好的一个 一个诊断的一个准则 好 再来是这个我们现在讲完这个 国外跟亚洲国家 还有台湾FID的使用现况 那最后一张视频 最后两张视频跟各位讲 如何获得FID的临床资讯 那现在目前因为还在做临床试验 虽然刚做完 我们到1月31号刚做完 而且我们发表了 这是我们第一次 这个在台湾发布 我们的年度的这个报告结果 那现在目前三家医院 就是台大医院 台北荣总 跟北荣原生分院 就是那总组织人 就是黄昭玉黄教授 那台北荣总的负责人 就是临床的名部长 那我是原生分院的讲师 那事实上各位如果有想要去做 进一步的咨询的话 可以到以上三个医院 所有泌尿科医生都可以 不是只有找黄昭玉 林登龙或是我 找任何一个医生都可以 那目前临床试验都有 都可以做 那这个是免费的临床试验 但是一定要切片 一定要切片 因为临床试验 我们就是希望收集台湾的data 然后有你的totalpsa 然后有5的data 然后再根据你的病理结果 来做这样子的分析 我们这600多个 就是每个都切片 我们才得到我们今天的data 那各位如果不想切片 那就不能加入这个临床试验 那这个临床试验 因为效果非常好 而且人数感觉不够多 所以我们就是经由三额医院的人体 事业委会同意 我们又申请再延长一年 那本来是到1月31号结束了 那我们就再延长一年到明年的2月会结束 那收案的适应证又再扩大 本来只有123 就是当psa大于4.0在切片前 我们就会抽个fi 那这一定是免费的 但一定要切片 事实上切片就是按照目前的标准的流程 就是要切片 这个也没有什么特别 就是要切片 那如果你只想切片 不想加入临床试验 不想抽fi 我们也都尊重你 不会因为你不抽fi 就不帮你做切片 不会这样的 那另外在要做前列腺根植树之前 我们会抽个fi 另外在做积极追踪的时候 每次抽血的时候也会抽个fi 我们想看一下变化 因为国外有些paper 就说psa对于前列腺癌症 因为我们讲低度恶性 比较早期的是可以积极追踪 就是不抽血 对不起不切片 对不起不治疗 不开刀 不电疗 不打针 不吃药 那要积极追踪 那当psa上升了 或者是做持针造影 发现肿油变大了 这个时候就要转到积极治疗 要开刀电疗 那国外有些paper 有少数paper说psa很不够准 好像phi对于积极追踪的这一群 比较敏感 那我们也想知道 到底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对于积极追踪 以前只抽一次 一次有时候没办法看出它变化 所以我们现在是每次抽psa的时候 都会抽个fi 看看这个会不会fi已经起来了 然后psa还在下面 也就是说 这个fi会不会对于积极追踪的病人 这一群病人 如果有病情的变化 会不会更早知道 意思是这样 然后再加第四群 第四群就是转移性 已经治疗了 然后没有效果 所以有点拗口 就是转移性 去世抗性 前列腺癌症 就是默契的默契 一开始诊断是转移的 那我们给它积极治疗 积极治疗 通常都会有一阵子会有效果 然后用荷尔默治疗 打针啊 或者是吃药 那治疗一阵子 至于一阵子多久 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那治疗一阵子之后 因为是末期 第四期 所以终究会复发 这时候复发就叫做 转移性 去世抗性 前列腺癌症 那每次抽血抽psa 我们会再加抽个fi 这些 这四群病人 如果加入临床试验 我们都会给他签同意书 那都免费 每次每次抽血 就多抽三星期的血 让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 跟研究 因为现在 这个fi算是在全世界 是一个蛮新的东西 所以很多东西 比如说 膀胱发炎的时候 psa一定会假性上升 所以说 那个膀胱发炎 色物性发炎的时候 这个psa高 并不准 可是fi到底会不会高 不知道 全世界都没有人知道 所以这也是 我们想要做的一个子题目 一个小题目 在于膀胱发炎的时候 所以fi很多东西可以做 现在全世界都没有人知道 这个答案 所以我们台大医院 密尿科也是想要 多知道一些fi 跟前列腺癌症 相关性的研究 那有鉴于 这个2017年 美国的去年的美国的建议 就已经 就已经把这个fi 往前提 提到这里 就是当psa高的时候 事实上可以抽个freepsa 可以测个4k score 或者是抽血抽个fi 或者是做个辞症造影 再决定到底要不要切片 还是最终 而且国外是这样 国内的临床试验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 因为很多人都一直跟我们想 他们想抽个fi 但是不想切片 可是在去年的状况 是不可以的 所有的临床试验 你要加入临床试验 要有自己fi的资料 一定要切片 那我们现在临床试验的 一年期的做完了 报告也出来了 而且国外的结果也是这样 而且 诶 诶 那这个国内外的结果都一样 美国的guide 美国的准则也都是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 诶 我是超市 可能有一点 没关系 那台大医院现在跟卫福部 还有卫生局申请 当totalpsa大于4.0的时候 可以先自备 就是先不用切片 不过还在申请中 可能要三到六个月吧 所以有时候政府机关 有时候政府做事 就是按照他一定的步骤 可以先自备 就是不用切片 先抽携检查一个前列腺健康指数 当作是否需要做切片的重要参考 我们还是要强调 fi是无法取代前列腺的切片 即使做持针造影 也没有办法取代前列腺的切片 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更精准的 真的是癌症 我们再去做切片 如果不是癌症 就不要做切片 当然我们需要百分之百 当然有困难 但至少 最后一张 所以这就是 那未来如果真的台大医院过了 我相信全台湾的很多医院都会跟进 那跟进的话至少 那就 意思就是如果要加入临床试验 只能到台北的这三个医院 台北跟宜兰 我在宜兰 只能到台大医院 冗总跟宜兰 那如果这个台大医院的这个自费 合法自费过的话 我相信全台湾的很多医院 都会进这个FI 那 嘿嘿 我要讲什么 嗯 不过还是要跟各位讲 FI还是无法取代切片 那在香港 香港事实上早就做完 香港如果PSA大于4 4到10的时候 他们 会用医保去抽个FI 这是保险有进负 那如果PSA大于10 那你还想抽个FI 要自费 自费折合台币 差不多1万块台币 那台大医院 黄昭运黄教授 觉得这真的是 可能香港跟台湾 还是有不一样 而且对民众负担也是比较大 当然金额还没有定 我偷偷跟各位透露 大概两三千块 在台湾 我们打算是这样 跟卫福补申请 我觉得这样 对民众的负担也比较小 通常两三千块的自费金额 或许 想一秒钟就会点头了 如果1万块抽个血 可能真的是要想好一阵 甚至才会接受 那这是我们跟卫福补接受 那最后金额我不确定 说不定三四千块 我也不知道 但是至少黄教授 是希望能够 压在两三千块左右台币 抽个自费抽个FI 当作是否需要做切片的重要参考 我还是要强调 FI 视频有办法取代切片检查 好今天很谢谢各位来这边 那台大密尿部 希望对各位有点帮忙 我也是高雄子弟 谢谢各位 台大医院密尿部 台湾封城密尿学会 欢喜明医 July 台湾封城密尿 我是 平民尿卡 台湾封城密尿